救难人员没有一丝犹豫带着伤患 从四层楼的高度垂降下来安全到达地面 整个过程只花了14分钟 比预期时间还要少了一半 他们是由高雄市消防员组成的KRRT队伍 2019年就曾在有着绳索界奥运会支撑的 国际绳索救援挑战赛勇夺世界冠军 如今随着疫情趋缓 今年将再度远征法国挑战冠军宝座 这一次去其实因为他疑似到南发 那我们也想说换个场景 然后换个不一样的心情 那如果可以顺利未免当然是非常开心 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参加比赛 今年的出赛选手将从31名队员中 选出7位精英出战 成员平均年龄37岁 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挑战赛任务 对体力将是一大考验 参赛人员其实比赛那么多年的经验很丰富 但体力难免都会有点下降 所以基本上要一直维持体能的条件 是我们比较需要去补充的部分 最痛苦的就是我们要有个体能项目 叫百米上登 就是要上攀一百米 对上攀一百米大概就是 要爬三十几层楼的高度 那比赛像国内比赛像 就是去年的时候 那比赛是在东埔吊桥那有一百米 那个这是蛮痛苦 爬到上面进桥内 都是想要呕吐的那种程度的泪 他们平时主要利用执勤之余 由特搜队员主导进行自发性训练 随着赛事将近近期除了加强训练密集度 也与日本队互相交流经验 他们的技术交流的 跟我们的思考模式有 有一点落差 那我们是跟他就是 互相看有哪里有不一样 去做学习 其实这个比赛最难的地方 就是他不会公布任何一道题目 所以你要到到达那个现场的前五分钟 你才会知道这个题目在做些什么事 然后关主会告诉你 你应该要做到什么样的救援 所以我们必须要临机应变 这次光是四天赛事所需的经费 就高达70万元 队员们自掏腰包出国参赛 要再次让台湾国旗 骄傲的在国际赛场飘扬 记者潘志光 苏宇文 高雄报道